接下来一期追新闻 就带领追美中贸易战的最新进度 现在因为第11轮的磋商触交关系 已经降到了冰点中美关系 但是白宫经济的顾问库德洛却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有可能会利用6月底在日本举办的G20峰会 来举行场边会议来削尼彼此期间 美中贸易战持续延烧 全球投资者战战兢兢 两国元首势必得面对面化解僵局 只是中国拒绝美国要求 把协议的改革写入法律 加上川普还发贴文呛中国 指责一切都是北京自己搞砸的 不让美国压死死 中国也打算在本周祭出反制措施 双方问题癥结恐怕一时难解 美中贸易战停滞不前 已经让中国科技发展形成阻碍 北京喊出的中国制造2025 进度恐怕大幅落后 但提高关税是两面刃 不只威胁中国的全球经济发展计划 其实也已经连带冲击美国消费 去年川普开征的惩罚关税 锁定的全是太阳能板 钢铁等中国制造的工业产品 但现在再度把关税提高 包括中国制的衣服 鞋子等日用品 多支付的成本 都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家庭平均开支 恐怕增加至少800美元 冲击不小 在内新闻黄雄辉报道 在中国货物被调账成 25%的惩罚性关税之后 现在首当其中的产业 就是iPhone了 因为根据摩根士丹利估计 如果美国对中国组装的iPhone 开征25%的关税 那么这一支原本 31000多块的iPhone XS 将会增加4960块钱的税金 如果这个税金 统统转嫁给消费者的话 那就是每一支将会多 将近5000块钱之多 这样的消息 当然让苹果股价 在5天之内就下跌了6.9% 但是除了iPhone之外 有相当多你想象的到的知名大厂 也将面对这样子的冲击 譬如说像是运动品牌Nike 另外Tesla 还有Intel等等的大公司 都会被扫到 而为了避免这样的窘境 也扫到台湾 台湾其实有五大电子代工厂 譬如说像是鸿海 和硕 人保 广达 以及音业达等等 其实早就有布局 非中国制造的未来 只是现在必须要加速了 至于如果说 没有海外火力市场的奥远 像吉安特或美利达这种 在台湾诞生的国产品牌 也都已经把生产线搬回台湾 就是为了避免在美中贸易战的外围 被榴弹打倒 而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来关心两岸的议题 因为这两天 由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 第四届两岸媒体员北京峰会 居然发现了前新闻局 驻外官员郭冠英的身影 他与专栏作家的身份出席 不过他才刚保住自己的退休精 怎么又在对岸 听中国政委主席汪洋训话呢 日前有多达70位的媒体高层 以及各方的代表 是跑到了中国来参加论坛 但是参与训话的 却是中共的政协主席汪洋 他在台上公然说 希望台湾的媒体能够配合宣传 一国两制引发了轩然大波 但是现在大家才在名单里面 看到原来郭冠英 这次也在名单里面 而且他乖乖地坐在台下 还在央视的镜头上呢 是连续出现了两次 那么郭冠英这一次呢 是以专栏作家的身份 以专家身份到这个论坛上与会 那他过去曾经以高级外省人 入台的方式呢 是引发了争议 甚至他的退休金还差点不保 但就在他的退休金保住之后呢 他是马上跑到了中国 参加这个论坛 但是论坛上却是听汪洋的训话 希望媒体以及各个代表们 能够帮忙实现统一 甚至是宣传一国两制的一个方案 那么在讲到这一国两制的时候呢 镜头就带到了郭冠英的身上 他就出现在画面中的其中一角 再度引发了外界的争议 不过这场峰会更是要被担心的 就是我们到底如何坚守思想 因为这场峰会上面呢 汪洋甚至以训斥的口吻 要求与会媒体努力宣传一国两制 这样总统要求国安局要密切关注 这样子的媒体人 他们自我作践的程度 已经让人难以想象了 时代立昂立委黄国昌 重炮批评红色媒体 日前中国政协主席汪洋 训示台湾媒体高层 还要大家多宣传九二共识 探索一国两制 黄国昌提案修国安法 我们分别针对这个媒体的负责人 他如果有意图的故意要科与刑罚 针对这个媒体 我们一方面科与高额的发还 要求他限期改正 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废止他的许可 而且车罩 收法需要时间 总统蔡英文也指示国安单位密切注意 国安局罕见公开说明 而且炮火猛烈 两岸媒体峰会四年以来 最挑衅中国加压促统 公然把手伸进台湾媒体 连中国腾讯旗下影音平台VTV 都绕过经济部 瞧瞧登台 首度合体的实际综艺节目 要快 不要放弃 一定要密切锁定VTV台湾站 VTV台湾站已经开始宣传 但其实是腾讯透过香港子公司 在台湾上架APP 还招募会员收会员费 在台营里 台湾政府却一毛钱的税都收不到 中国透过媒体渗透台湾 跟国安单位比速度已经无孔不入 三连新闻联听 专闲消毒台不到 就像您刚报道当中看到的VTV 这也是我们同时需要关心的议题 因为还有来犯的腾讯 他们旗下的VTV 最近其实也悄悄地登台了 并且透过香港子公司的名义 在台湾上架了这款APP 而且还要招募收费会员 但是与此同时却传出说 我们的经济部投审会 根本没有收到来自腾讯申请 来台设立公司这件事情 这样现在财政部呢 只能透过金流来追踪调查 你看看到底有没有逃落的疑虑 而与此同时呢 我们的陆委会也表态了 我们既没有开放人家进来 中国大陆也没有允许我们到大陆 事实上盘点大陆OTT登台的案例呢 包含像是爱奇艺优酷 另外芒果TV 还有未来将会进来的搜狐等等 那这些未来到底合不合法来台这件事情 如果现在这个时间点没有厘清的话 将会面临到以下几样问题 譬如说未来有可能会有收不到税 而且如果在台湾真的发生了纠纷 需要求偿的时候 由于人家的资金明明就在海外 所以你有可能会遇到 要不到钱的一个情况 另外还有像是 个资被盗用的风险也很高 毕竟你刚刚有听到的嘛 还需要申请会员啊 更不用提播放的内容了 还记得吗 刚刚汪洋呢 不是说要积极宣传一国两制吗 这样如果在法院的情况下 都没有办法厘清 接下来如果真的要进来台湾 那势必是思想的潜在风险 不过除了思想上面的侵入 中国大陆的非洲诸问 疫情现在也侵入到了香港 而未来安全起见呢 港府决定全面扑杀在 上水屠宰场的六千只猪 而且现在预计在七天内完成 刀背一拍快速切肉 油亮美味的叉烧 搭配脆鹅白上白饭 正是道地香港烧腊味 但现在恐怕吃不到 也不能吃 香港上水屠宰场从广东进口的猪汁 被验出还有非洲猪瘟病毒 当局决定依照国际做法全面扑杀 但跳过检疫格杀物论 引发业者反弹 有业者不满到政府总部抗议 也有人认为全面关闭最安全 所有双方达成共识 即日起销毁图房六千头猪 但要在七天内完成 消毒后重开图房 知道他们的关注 都听到他们的声音 所以我们为什么就觉得 我们需要 也都愿意继续跟他们谈讨 相讨 现在香港活猪只剩下约四百只 新鲜猪肉供应锐减 不只冲击烧腊和饮茶叶 伴手里同样带不得 像是包着肉松内馅的凤凰卷 或是含碎猪肉的鸡仔饼 另外还有这个 五花肉打成绞肉 拌炒成肉馅包入酥皮 绿豆碰因为有肉馅不放行 无肉板因为饼皮拌猪油 同样不能入关 到底点心还是在当地 吃下肚就好 暂地新闻黄泉汇报道